你们看,这辆左摇右摆的大公交,你以为它仅仅是在开车吗? 不,它其实是在推动着另一辆车,你以为这辆车是没油了吗? 不,其实是出了车祸。 你们看小车的主人还被压在车下,可是大车司机完全没有看到,还一边推着一边说多厉害。 直到小车主人说出车祸了,大车才停了一下,然后好像并没有看到被压在地下的熊孩子,然后继续往前推。 看得我是心塞塞,不行,我一定要揍它,我拿出我的大钳子,这才发现熊孩子已经脸朝定,不能动弹,我就想把它救出来。 不,大车司机还在开动,我看到了熊孩子无助的眼神,它也太可怜了。 可是现在我也很可怜,我被压住了,现在怎么办,我会不会就被压死了? 哎呀,对不起,我让大车车起飞了,熊孩子我要来救你了。 哦不,我的天哪,这实在是太可怜了,这怎么还多了一个人,不过没关系,哦,我来救你们了。 终于,小孩子在我的帮助下得救了,看它多可爱,无论什么时候, 都不能见死不救啊。